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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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個Session呢 我們很榮幸請到的是 天氣風險氣象公司 管理氣象公司的彭啟民博士 那我們剛剛在上一場 聽到的是電話的一些應用 電話的應用很廣 但是它再怎麼做都只能影響到全世界70億人中間的一部分人 但是天氣就不一樣了 應該是所有70億人都會影響到 而且它沒有區域型的 它不但有區域市場 還是直接就是全球市場 而且在我們有聽過大資料或者是巨量資料這個名詞之前 它就存在 它本身就是一個很龐大的一個數據的一個資料分析應用 彭博士是台灣第一間民間的氣象公司 它過去已經成立十年了吧 在這十年間它一定有很多的經驗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聽看彭博士的分享 謝謝家凱 各位大家好 我非常榮幸能夠到這個地方從實務的觀點來談 那我個人其實以前是在學術界 所以我看到這些老師都很熟悉 我這兩天坐在下面我一直在想說 我如果繼續在學術界繼續發展我會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很羨慕這個陳森偉 其實他可以有那麼好 其實也蠻累的對不對 當教授忙的跟比狗還累對不對 我其實以前就是覺得好累好累 然後出來創業 但是沒想到創業也很累 那我跟各位分享 其實我在創業初期 其實我也找過氣象界的前輩 因為各位想到氣象就是想到氣象主播嘛 氣象杯杯 氣象妹妹對不對 那我有一次去找氣象杯杯 年紀比較大 那他遊走很多台 他跟我說彭博士我們氣象呢 我們當主播 那時候我還沒有在電視上面 大家還沒有看過 我不知道彭啟明是誰 然後那個杯杯就跟我說 彭博士我們那個氣象喔 就是不要做任何的data出來 讓所有的人只能上電視看我們 那這樣的話我就會造就成大家仰賴我們氣象主播 就會很有unique 錢就會賺的比較多 但是後來我沒有聽他的話 我還是open了很多的資料出來 就造就什麼公司 其實在這個當中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實我最主要的就是幫助了很多的企業 幫助了很多人做了一些有意思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今天給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事實上我今天要講的這個東西呢 其實包含了有幾個面向喔 第一個我要講這個冰島火山 然後因為噴發了齁 不過噴發不如預期 我待會會講 因為我今天晚上要出國啦 然後我會跟我講我實際上應用的一些實力等等 那我今天呢其實晚上要坐9點的飛機去歐洲去英國 那其實我在前幾天呢 就很多我們的同團的人呢就跟我說 彭博士冰島火山要被砰啊 那其實會要怎麼辦 然後他們就說 那我們內陸呢 因為我要去英國還要去德國還要去比利時 Brussels 所以其實都在那個裡面 然後冰島呢就在那個地方 左上角那個地方 那它在前面呢就Greenland 那很多人問我說 那這樣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從英國完了之後 到德國的Berlin做火車 我說好啊沒做過那麼快的 德國真的內陸的那個ice 結果上網一查要做17個小時 17個小時從倫敦做過去 後來弄了半天我說就備案好了 那我問題是我就開始來探討說 冰島的火山會怎麼爆 所以呢其實第一個就是靠Google嘛 那Google呢就有很多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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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昨天我早上找的 就是很嚴重很嚴重 我看了半天我也不知道 到底冰島也不嚴重 這是昨天的 但是前幾天我就一直在study這個東西 然後呢 我有看英文 英文也看不清楚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自己想說 那我自己來study看看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找呢 其實我最近也發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就是 我在我臉書上面 上次那個麥德姆颱風 我就寫了一個颱風 三分之一的颱風價 才能夠放 引發酸民的 酸我酸到底 酸民酸到底 其實各位如果留意我的臉書的話 其實我並沒有去質疑什麼三分之一 只不過現在早上的時候 那天其實也放了颱風價 有的放的比較早 那有些地方呢 其實大概三分之一 早上的時候 風沒有很強 可是接下來 其實很多地方下午 雨還是很大 但是人家只要呢 因為後來呢 媒體轉述我 彭啟明 氣象專家 痛批氣象局 颱風價只有三分之一准 引發大家想放假的人 就全部到我臉書 灌爆我的臉書 檢舉我支持我的朋友們 所以這個其實酸民 我其實這陣子也經歷過一次 所以有時候這個資訊呢 我後來一直檢討說 這個資訊怎麼來 就是資訊透過媒體 它就只要 我寫那麼多 那麼長的這個意思 而且我還說 颱風價是台灣 全世界只有台灣獨有的小確幸 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像台灣 像放颱風價 放整天 而且前一天呢 7點就要決定 隔天要不要放假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這樣的草率 所以像賴清德賴市長 一下子變神 一下子變這個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那為什麼要講冰島 冰島呢 這是我2008年去冰島的時候 冰島不是全部都是冰 它的這個牛很肥 很肥 草越來越肥沃 冰島這個民族很有意思 它是很喜歡全球暖化的國家 因為太冷了 全球暖化之後 讓他們擁有夏天 他們的羊呢 真的越來越肥 越來越多 那冰島呢 請大家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自己去撞遊 去旅遊一次 因為這個冰島這個冰 這個是不是土石流 是冰就停在那個地方 那為什麼會有高高的山 這個全部都是火山噴發的結果 不斷的往上累積 那冰島呢 其實現在也有小麥了 以後就會有冰島的威士忌 各位有聽過冰島威士忌嗎 沒有過嗎 現在開始準備要有 因為冰島現在暖化之後 大量的綠地出來了 所以開始有釀酒場開始出現 所以預計呢 冰島的麥 加上冰島的這種上面的這個雪 冰雪的水 合在一起 會全世界一個新的威士忌 可能會比那個 現在在英國的Single Mall 不管還要好喝 這是現在的情況 那冰島的火山下游呢 就開始會延伸出來 因為上面下雪一直往下推 那個冰會移動的 所以它冰島的下游的這個地方 這個是冰喔 看起來灰灰的像大理石一樣 為什麼呢 一層一層 因為都是火山會一直不斷的累積 所以冰島是有它很特殊的地理特徵 那在2020年呢 四年前這個阿耶法拉火山噴了之後 其實就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有的飛航全部是cancel的 所以這個有時候各位出國 一定要好好的去留意各種的資訊 如果這個時候去影響就很大 那各位看飛機都把它包起來 因為引擎呢 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東西 引擎最怕這個是火山灰 這個大概是歷經是兩個micron 大概是比PM2.5 相當於PM2.5 可是PM2.5是我們攜帶肺裡面 那個對我們身體有害 吸到這個飛機裡面 很多的飛機會覺得它有害 所以航空公司就會開始去禁飛 那到最後呢 這個飛航公司呢 機場呢就跟菜市場一樣 門庭弱勢 大家都整個都動不了 所以當時呢 這個四年前這個阿耶法拉火山噴的時候 的確就會造成很大的經濟的損失 連台灣都有損失 包含我們的很多的物品 從出口到歐洲的 或是進口到歐洲出國旅遊的 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當時呢 它噴是這樣噴的 移動噴出來之後 就往歐洲內陸移 也往 加拿大這個地方移 所以這整個飛航 都把它包起來了 都把它包起來了 所以飛機 如果要飛 要怎麼飛 從這個地方鑽進去嗎 這個不大可能 所以整個就一團亂 造成很大的影響 這個是其實歐洲 歐洲 各位有機會去看很多 飛機的open data 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其實是 這個資料有些是公開 有些沒有公開 公開的話 各位去抓下來去 download 其實會很有意思 因為歐洲白天的時候飛機就會飛出去 晚上的時候飛機就會飛回來 你注意看那個飛機的樣子 去的方向 這是很有趣 所以各位想看看 如果冰島火山一噴的話 那這些飛機全部都不能動了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當然要得到這個資訊 一定要去官方的網站看 可是冰島的氣象局 也有官方的網站 去監測這個冰島的火山 那像這幾天 已經這個 Badabanga火山在這個地方 已經紅色警戒了 然後這兩天 有照片拍出來 然後大概是裂了一個縫 所以那個地方開始 水蒸氣跑出來 那所以未來這幾天 會不會爆 我不知道 所以我後來呢 不大相信這個 因為官方通常會 比較容易說 隱蓋一些事實 他等到很嚴重了 才會出來說 他有他的考慮 所以呢我就去 到美國的 有一個open source的網站 其實我們的氣象資料 很多都是open source的 可以用 你只要花點時間去study 會氣象 不見得一定要大氣性念很久 你如果夠努力 夠專業的話也可以很久 像我公司 有一個是PTT的大氣板的 那個卡大 不是卡神 是卡大 他就非常有名 他不是念大氣的 可是他寫出來的文章 很多氣象的預報中心的預報員 去看他的文章 再來做預判的 那這個是美國的 空氣品質的實驗室 他專門去做核擴散 或是火商會的噴發 我就到他的網站去 第一個是 他有的軟體是公開的 open source 他的跑擴散的軌跡 那裡面也可以下載 美國global的 所謂的氣象資料 這個氣象大概是 六七百巨 六七百Mbps左右 download下來非常非常快 那我就有 經由這個氣象的資料 然後加上我空氣品質擴散的資料 我就可以算得出來 這個 這個是NOWA HIGH SPREAD MODEL 就馬上一下子 在我的PC上面 就可以跑出來 這件事情 就可以跑出來說 如果這個時間爆炸 噴到火山噴的時候 那這個會怎麼飄 我後來發現 哇這個往這個北極這邊飄 沒事 然後我後來呢 就稍微畫了一些圖 因為我的團員裡面 看不懂一些圖 就畫了一些 比較簡單的這樣飄 飄給他們看 我們就不用去花錢 再買那個火車票 因為火車票很貴 那我後來呢 再查這個冰島 其實現在全世界各個地方 有一個冰島的 火山灰的預報中心 它其實經由這個 各種的資料 這種火山的資料 其實這個都是公開的 然後經由我們的氣象資料 那這個dispersion model 就擴散模式 它可以預報出來 各種的資料 最後產生出這個chart出來 就是一個預警 不過這跟我們需求 會比較慢 因為它通常是 今天才預警 可是如果我們三天後 要去旅遊 它就完全沒有這樣的 一個資料會出現 所以這個叫做很大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要自己來做 那現在全世界呢 大概有幾個幾塊的地方 每個地方有自己弄 像這兩天呢 其實還有一個是 巴布亞 新井內亞 有一個火山也很大隻 也蹦了齁 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就不知道說是日本在爆 還是這個 澳洲在爆 那這個會不會對我們影響 我還不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全部是用open source 就可以來做這個事情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自己的評估 是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各位來看 這個 我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是這陣子發生的事情 我用的是open的氣象 的模式 open source的氣象模式 還有open的氣象的data 不過那個是美國的data 那還有別的國家的data 我待會再說 那談到氣象呢 其實很多人每天都會講氣象 這個馬克圖文就是說 這個每個人都在談氣象 可是沒有人可以做任何事 大家會狡猾說氣象預報又不準 一直去狡猾 可是你來報嗎 或是說一直報說颱風又不準 就酸 氣象人員排名裡面是 僅次於政治人物會被酸的一個 然後他每天每天都要看 那你覺得不準是以理所當然 可是這個有很大的問題 是認知性的問題 那我們呢其實 這是我們的妹妹 這個妹妹在雅虎一分鐘報氣象 這個呢在幫雅虎也創造了很大的 很大的這個點閱率 我們這個妹妹其實她報的 她是專業的氣象人 我們自己強調啦 我們找的妹妹一定都要會 都是氣象科系畢業的 不是什麼都不會的 她一定會 而且我們會有預報員跟她講 那她裡面呢 每天報的一分鐘報氣象呢 其實大概是 我們有估算過 大概是1000T的氣象資料 因為要有很多的資料收集來 然後最後造就成這樣的一個 氣象播報的一個最後的內容 所以各位呢 有時候接收到資訊 你必須要把它想到 它是很複雜的一個過程裡面 那我們氣象怎麼預報呢 這是我們大致上 我們自己內部的流程 我們要接收 全世界的所有的資料進來 然後我們要需要一些 大尺度的氣象模式 現在大尺度的氣象模式呢 我們用的是美國的open source 大概是45公里到100公里 有兩種選擇 我們現在已經用到45公里 就全世界把它切個方塊進來 然後就有很多的資料進來 然後這個太粗了 45公里等於是我們台北到新竹 就是一個點 就是一個氣象資料 爆起來都一樣 那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它再切豆腐 要再切得更細 所以我們就要有自己的氣象模式 這樣這個氣象模式 以現在全世界共用的話 是MM5或WARF 早就是open source的 我們氣象大多都是open source的一個概念 所以它裡面呢 大概有十幾萬行的code 用4chain的方式來做進行 然後來去運算 然後到最後呢 就會產生出很多的資料進來 然後才變成我們的產品 那如果以資料科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第一個一定要用資料收集 collect大量的氣象資料 那但是裡面的資料 很多人就會有問題 例如說有些觀測員 今天打瞌睡 今天隨便報 像有時候他覺得 今天高溫台北要是出現39度 他覺得不可能 以前台北市從來沒出現39度 這個觀測算了算了 這個就missing掉 或是他說這是一個錯的資料 或是說這個儀器呢 突然有人 一隻鳥飛過去 那個放了一坨大便 溫度降了兩度 那這個他也就爆出去了 也沒有人去check 所以這個資料品管是很重要的 它是一個很 在氣象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那另外一個就是資料要同化 因為有不一樣的資料 你要把它用在網格裡面 所以他需要一些過程 我們叫做 assimilation 那這個資料完成之後呢 才能進到我們的氣象模式 做模擬去做預測 這個時候就需要電腦去運算去跑了 那跑完之後呢 就要再後處理 但是後處理完之後 這還是電腦跑的 需要人為的在做嘴解讀 那解讀之後才會成為這個產品 還有他繪圖 各種的圖資就會跑出來 所以在氣象裡面呢 就有很多種不一樣的公司 像大多數呢 像這樣的一個前面的過程 都是在政府的單位 或是學術界 他們努力克服的目標 那氣象模式模擬呢 有民間的公司 也有學術界 也有政府作業單位 都不一樣 那模擬的後處理跟解讀 政府有大家都有在做 後面產品跟繪圖呢 就有不一樣的 例如說我今天我是一個海象公司 我就需要很多海的圖 我是一個航空公司 我要的氣象就跟海的是不一樣的 它的資料的需求 它的時間點就完全就差很多 就有不一樣不一樣的服務就開始出現 那另外呢 我們一般的氣象 最重要是觀測 觀測有哪些資料呢 就是地面觀測資料 然後放氣球的探空資料 還有這個船的 這個不一樣叫船 或是船舶的觀測 或是飛機的觀測 或是衛星的觀測 現在衛星 每個地區大概都有一顆 有一顆 所以有時候各位可以拿到那個 Google免費的衛星圖 全世界一張 其實它是拼起來的 那那個時間點大概是 大概會三小時才一張 所以如果說你要用比較好的話 像我們東亞 我們大概半個小時就可以拿到一張 而且不一樣的解析度會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是 衛星也有商頂 例如說我們台灣的福衛三號 其實那一顆衛星 其實就扮演了一個角色 提供資料給歐洲的氣象中心 去做模擬運算用 那另外一個是雷達 或是這個衛星 雷達其實是傳統的 大多數會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可是最近我其實也看到一些 國外的論文 以色列有一些學者 他用手機機地台 竟然可以模擬出來 跟雷達回坡 雷達是那個很大 白白一顆球的 可是他不用了這個東西了 用手機機地台的這種所有的data collect在一起 竟然可以產生出 比雷達回坡 預估的雨量 還要準的雨量的數值 這是可能是一個新的境界 我們還在努力 因為台灣這個data不公開 那另外一個還有其他用一些水氣 追蹤出來的風等等 那這個是我們一般 最原始每天可以收集到的資料 秘密滿滿 就是每一個站 每一個站 那各位一定很好奇 這個日本怎麼那麼密 韓國也很密 這邊怎麼那麼書 因為這個大陸其實他們對於data 其實是視為國家機密 所以他其實對於很多的data 是有很多criteria 他們整個中國大概有4萬個data 4萬個監測站的資料 不過他們每個省每個省 其實也不能很大的交換 所以這個是他們對國際廣播的一個資料 那我們台灣其實我們標準站有二十幾個 然後這種自動的站大概三四百個 但是那個站其實因為我們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所以我們只有給出去幾個標準車站的資料 給出來而已 那這個當然都是其他的國家 所以各位來看 氣象其實跟一個國家的重視 跟它的經濟的強度是有關係 那有這個資料當然就可以畫圖 像最近其實就是高壓籠罩 每天都很熱 今天的新聞是 我們那個賈欣欣博士做出來的新聞是 我們八月份創下來 創下了整個月份 百年來最高的溫度紀錄 沒有颱風又很熱 就很熱 這個是我們最近做出來的結果 這個就是太平洋高壓影響 比較高的有比較低的低壓就會出現 那這個就可以來做一些應用 那這些資料呢 後面要怎麼預測 就要很多的方程式開始進來 所以這個各位來看 這個partial u partial t 它就是可以進行加上一個時間 例如說我三秒鐘累積一次 所以就很連串的accumulation 所以我們那個氣象呢 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要去coding 寫一個假設我們海陸風 這個一天的變化 天氣怎麼變化 我就可以從現在的觀測 經由一堆的方程去推算出來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般氣象 很早就要必須做這個事情 那不過呢這個是太簡單了 那幾個equation 它還需要去描述很多的事情 例如說下雨不下雨 這個雨呢 這個雨是誰 哪一種雲 那這個雲呢 它比你的網格還要小 你就要用各種方式去模擬它 假設它 去猜它的心情是怎麼樣 所以就有很多的參數化的條件 今天是梅雨封面 今天是颱風 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在model裡面 就有一群人 從一生 很多的教授學者 窮一生就是做梅雨的 這個教授就是做颱風的 這個教授就是做午後熱對流的 這個教授就是做龍捲風的 就是我們大氣還會分門別類 絕對不是有一個人什麼都會的 那這樣的結果呢 馬上就衍生出來全球的氣象模式 所以我們目前呢 其實大概全世界有幾個大的氣象模式 像我們最熟知的就是美國的 Global Forecast System 它的解析度是25公里 可以預測384個小時 很久 14天 14天左右的時間 所以它其實是 大家都在用的東西 大家用到一天預測4次 那另外呢 歐洲氣象中心 歐洲有一個中期氣象 預測中心 叫ECMWF 它的解析度現在是0.125度 差不多是14-15公里左右 那它預期呢 明年就到10公里 2020年5公里的解析度 它是全球一起跑的 那它是公認全世界最好的一個模式 那另外呢 還有英國氣象局 或是美國 那或加拿大 中國日本也都有開發 不過我們最常用的 大概覺得最好的 都還是這幾個模式 再做一個使用 那另外呢 這個模式我剛才講太粗了 所以我要再細 所以還有一些中尺度的模式 中小尺度 例如說我要模擬到 1公里左右的一個數值 那它就會需要更小的模式 再去運用 不過那個解析度就很大 容量就很大 就必須一直往下 一直nesting下去 那這樣我完了模式之後 各位一定會覺得說 那你那麼多模式 哪一個比較準 在去年呢 發生一件事情 應該是前年 前年年底呢 有一個森林颶風 侵襲美國 結果引發了美國 因為原來這些事情呢 都是學術界裡面 悶個鍋在講 因為我們每個氣象預報員呢 不會去批評人家說 你給我報的不準 或是去公開講 因為你下次不準 他就這樣罵你 所以大家呢 不會去 都知道誰好誰不好 大家也不會去 特別去攻擊你 可是呢 後來呢 很多的媒體 美國主流的媒體 開始報導說 為什麼森林颶風 來美國的時候 美國人自己抱著森林 比歐洲人還要差 所以就引發了 很大的一個爭議 所以最近呢 其實 為什麼歐洲會比較好 我先講這個 這是我們全世界的 這個 Top500的 Super Computer的排名 我們歐洲的氣象中心呢 這個新的是用 用 Cray的這個電腦 是排名大概 19到20名 那它是有兩台 兩台的備員 如果它一起算的話 會更多 更高 那美國呢 有一個U卡 它是大學的研究 那最後一個呢 是這個ECM 這是40名左右 60名左右 這是前幾套 2011年的IBM的一個系統 那我去年 我們今年的時候 跟我們同事李孟陽一起 也去參觀這個中心 這個是不能拍照的 它特別允許我們拍照 這個裡面呢 真的很壯觀 我可以 終於體會 什麼叫Big Data 那個Big Data 那個Big 那個Big真的才叫 很大很難想像的那種Big 很壯觀的一個地方 那他們呢 為什麼會去強調這個 歐洲會比較好 歐洲當然電腦比較強 但是它預報的結果就差很多 我向各位來看這個是Sandy颶風 從加勒比海這邊生成 這個黑色是觀測的結果 紅色是預測的 每個時間點 這個隨著時間變化 預測會慢慢的修正 可是各位來看 這個是歐洲 紅色這一條 歐洲一開始就報的準了 結果美國自己的模式 是跑到這個大西洋去了 所以這個其實 對美國來說的話 這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自己花那麼多預算 來預報這個颶風 結果沒有想到 是大西洋的國家 因歐洲來報的兵役還要好 所以呢 其實最近呢 其實這個是 華盛頓大學 一個很有知名的模式的學者 他就是痛罵 痛罵他們的氣象局 poor leadership and lack of vision 很兇喔 罵得很兇 然後電腦的資源 不能讓他合作 我其實曾經跟我們 那個大西洋的教授說 我們台灣真的沒有問題 這麼的美好 我們的氣象都很像爆起來 這樣講起來都世界第一名 我們真的那麼好嗎 我們一點點預算而已耶 不過因為在這個生態之下 其實很難有人去 像這個美國這個教授 去說真話 那他特別提到說 平庸都是自己造成的 就是氣象 氣象那麼的平庸 都是自己害的 所以他非常非常強烈 所以美國最近也在 很多的一個省思 在討論這樣一個話題 那目前呢 其實氣象預報呢 很多人問我氣象預報 他準確度要怎麼去看 這個是以前的準確度 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預報的這個天數呢 以前這個是比較好的準確度 大概是三四天以內還不錯 到了十天大概就降低很多 可是一直不斷的在進步當中 一直不斷的在進步當中 所以那另外呢 這個是Lit Time 就是可以預報的天數 其實也越來越高 所以以前呢 大概是三四天 現在來說的話 可以到至少到七天 所以這個其實現在 預報的量 預報使用的方式 應該跟過去是不一樣了 我們自己都有這樣認知 可是我們跟這種使用者之間 其實不懂氣象的人之間 還是說存在著很大的一個差別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去用這個氣象這個資料 那另外呢 氣象的Data也很大 這是每個年份的這個Data 這個Peta Petabyte的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量成長得非常非常的驚人 因為有累積歷史的資料 那模式呢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那他的這個Resolution 越來越小的話 他的Story就需要越大 所以這個存的就越來越多 這是歐洲氣象中心的資料 所以像我們 我們其實最近就是一直想要說 我們到底如果 我們採用全世界一起合作 來做好最好的資料的話 我需要多大的Storage 去做這樣 我需要多大的Man Power 來做這個事情 這個是我們現在面臨到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我們怎麼運用資料 來做分析研判這個資料 因為這些資料都是可能是一個新聞 或是一個氣象主播的播報 可是背後呢 都需要很多的資料 那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8月份 今天是8月31號 很確定的 西太平洋沒有颱風生成 創下這個有史以來的紀錄 沒有紀錄 8月平均有五六個颱風生成 結果今年沒有 那這個賈博士呢 就上網 去抓這個美國的氣象單位的 這個氣象的資料的平均 還有今年的這個資料 就發現說這個氣流呢 這是風向 這個是箭頭 那這個有顏色呢 就代表風速 所以看得出來 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個高壓 在這個地方轉 台灣在這個地方 整個東南亞到這個地方 全部異常 跟以前都不一樣 這是大氣層 那他為了要補強他的說法 也同時去美國的NCEP的網站 去看他們畫的這個圖資 這個是屬於一個高度的 像這個就是一個高壓 在這個地方完全籠罩 他去印證他自己 所以我們氣象來說的話 你可以自己拉資料回來 自己畫 也可以上網去看別人圖 怎麼畫然後怎麼來用 可是像我們自己來看的話 有時候他畫的圖 不是我想要的 我就會想辦法把他資料撈回來 氣象大概都是公開的 那另外呢 我還可以去畫這個垂直速度 垂直速度 因為我們這個是 我們這個靠近台灣 菲律賓東邊這個地方 原來颱風會生成都是一個低壓帶 可是今年呢 全部是一個下沉氣流 就是一個像 簡單的說像焚風一樣 颱風根本沒辦法生成 就很熱 所以這個其實就叫做 我們說那個地方沒有颱風 那今年也很特別 就是菲律賓這邊的雨很少 結果整個台灣北邊 在中國南方長大流雨 反而有開始有封面進來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異常 那後續呢就影響到說 那我們9月10月會不會有颱風 現在來看的話 一個颱風都沒有 等於是未來10天 請大家如果要去爬玉山 做什麼的話趕快去 那另外呢 我再給大家介紹一個 這剛剛是賈欣欣賈博士 賈欣欣賈博士 我是在氣象局待了15年 他來喔我就覺得很委屈他 因為氣象局有很多的資料讓他用 來我們公司 我們自己只能去到處拉 拉各個國家的open data open data 不過這個也叫做什麼 他的data的使用 會更想要往前去邁進的一個地步 那這個是我們一個大一 生大二的實習生 他來我們公司實習做的 他呢其實就是去撈這個氣象資料 撈 這個是氣象資料 這是一個颱風的所有資料 在氣象局的網站都open source裡面有 那這個是邁德姆颱風 他為了要評斷說 每個時間點他的風 他到幾幾幾幾 他就自己用excel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data 雖然是big data data很多很多的資料處理 我覺得也不見得是一定要每個人要很大 其實有時候excel就可以做了 當然或許excel大家覺得很low 但是有時候對於這些 他還沒有學過那麼多的東西 他願意從這個 因為他才高中畢業 才升大一加升大二二一 學校也沒有教這個東西 那他呢就很辛苦的去畫 例如說這個颱風要侵襲 那他的低壓到底多少 他就好幾次發現氣象局 颱風定位有問題 會跑來跟我們講 然後或是說覺得 氣象局對於低壓中心化 跟別的國家不一樣 差很多 他就用他的這個東西去做一個 做一個評估就可以 那這個他自己用excel 就可以畫出類似這樣的一個圖出來 所以那另外一個是 雨量跟降雨淹水警戒系統 其實這個氣象資料因為open的很多 所以很多的應用都可以來做 他就特別針對觀測的 所有雨量的資料 他就可以去把這個去算出來 把他的資料low出來 寫一個小程式low出來 然後到excel裡面 然後就可以很快的去告訴他說 現在哪個雨量會警戒 他還沒有結合到我們的預報資料 就現在的觀測 過去的觀測資料就可以直接進來 那這個是他們兩個例子 那我最近的例子 就跟大家講 雞蛋 像那個其實那個 我們台灣農委會 開始有open一些data出來 這個就是蛋的資料 現在的蛋大概是38塊 一公斤 各位會不會去買蛋嗎 會喔 你們都是去便利商店買蛋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去菜市場買蛋 很少啊 這個是菜市場蛋 這個是最高的時候 最高的時候是今年這個 大概是2月的時候 一公斤42塊 42塊 不過那個42塊是白色這個蛋 然後比較貴的是這個土雞蛋45塊 那個比較好吃 很像這個比較好吃 45塊比較好吃 那這個蛋的一斤大概是9粒 不過要看那個蛋的大小 像夏天跟冬天的蛋大小不一樣 夏天的話蛋會比較稀一點點 那冬天的蛋會比較厚實一點點 那這個呢 當一顆蛋是 等於一斤是42塊的時候 等於是說一顆蛋就接近要5塊錢左右的一個量 那我們小時候呢 加一顆蛋是加5塊錢 現在一個蛋的成本呢 我們吃飯吃蛋餅或什麼 加蛋就加5塊錢嘛 現在一個蛋的成本就已經加近要5塊錢了 那荷包蛋呢 一顆蛋是12塊 這個我當有一天去南部人 去南部演講的時候 南部的人就說怎麼那麼貴 到了彰化雲林 他們一顆蛋 人家才有4、5塊錢而已 那我們在台北市來看的話 其實茶葉蛋未來是最便宜的 一顆茶葉蛋才8塊錢 這次以後是最便宜的蛋 那這個其實各位 兩種蛋都是一樣的 不要說這個很像比較貴 這只是有色素的差別而已 各位不要有那種錯誤的觀念 那我自己買的蛋呢 這個是一般的蛋 那因為各位都知道 現在機率會打了很多生長激素 那我有兩個女兒 所以我都不會買那種蛋 我就很像是買這種 聽說這個是沒有農場的農場 我就買這種感覺起來標準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我問了過很多人 他說還是買越貴的越好 所以我就真的去買這種蛋 然後我也不能驗證到底蛋好不好 就是聽說插一根竹籤在上面 那個竹籤不會倒 表示那個蛋比較好 因為我們很怕女孩子提早發育 提早發育 所以就會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說 這個一斤十顆 就一顆蛋要將近十塊錢左右的一個量 這是很貴的一件事情 我後來呢 我們就去重新去撈了 2003年到2014年的這個蛋價的資料 一直在上漲當中 一直在上漲當中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開始講說 那時候是溫差太大 雞下不了蛋 溫差很大 早晚我們春天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2月的時候 溫差很大 蛋下不了蛋 然後接下來夏天太熱 雞也不下蛋 冬天太冷 雞也不下蛋 那雞到底什麼時候下蛋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們後來呢 用各種的方法 我統計也用了很多很多 用了各種的假設 還包含我用很robastic的 我下一些快樂去做 我發現說其實沒有關係 就是可能你們 老師在用你們的metric統計 來幫我們算 去算這個蛋就好了 這個跟民生有關係 我發現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有蛋蟲吧 蛋蟲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最近碰到一個 很有意思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氣象的 運用了還蠻多的 像這個賽哥 賽哥其實可以用這種 氣象的資料 加上他的訓練比賽 來做比賽 這個在台灣其實 各位不要瞧不起人家 也不要覺得他是黑道 其實他們是很專業的 專業的人 他們都有他的專業的 該不可再做這個事情 包含他的配種等等 什麼樣的歌跟 什麼樣的歌交配 都很重要 那我們其實大多數 都是幫很多的客戶 做短期的預報 這些預報 各位不要看 像這個是Nokia 在之前辦的一個活動 這個地方我們還幫他 架個氣象塔 因為他從這個地方滑下來 衝下來的時候 怕風太大 把這個選手衝出去的話 萬一掉到這個下面怎麼辦 誰要付錢 怎麼辦 萬一把人受傷 所以當時我們就特別做了一個這樣的服務 我當時呢 氣象服務並不是為了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大多數沒有風險意識 我是跟一組外國team一起不斷的搓 我才會讓我知道說 我們怎麼去預報這個天氣 然後當然這個外國人 外國的單位可以收費的比較貴一點點 也照著我們有比較多的經驗 那我們也把很多的天氣塑造成很多的指數 很多人會覺得這個天氣很簡單嘛 那個氣象局都有很多的data data來做 你把這個data十幾樣兵 丟到你的統計模式 巴拉巴拉巴拉就跑出來 可是事實上不是如此 這個其實每天每天呢 那個資料產生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因為天氣有它的循環性 這個就需要很多的資料去做闡數 那我們大部分呢 其實現在台灣 我們做了 企業做了很多之後 政府單位就開始找我們做 像高鐵 公務總局 縣市政府 他們就我們有人 就會希望我們派駐到那個地方 但是我們很討厭就是說 我們政府單位 都是喜歡用勞力 要人派駐到那個地方 那我們用說 我們用視訊可不可以 用手機隨時看得到這樣可不可以 很困難 他們說這樣蓬勃色 我們就沒辦法給你們錢了 但是問題是說 跟政府單位合作那個錢又很少 所以我們其實最近呢 就一直考慮說 這個怎麼跟政府單位合作 可是他們又很需要我們 因為他們為什麼不找氣象局 氣象局其實大多數 很簡單的說 就是不願意背這個責任 因為如果報錯了 欸 都氣象局報的 那他如果我們報錯的話 那他就 欸 蓬勃色以後你們就 就跟你們解約 所以要有一定的準確度的程度在上面 那像這個呢 在海洋的這個資料需求度也很大 海洋上的這個需求 氣象在海洋需求很大 那我們也會做這個 中長期的一個天氣預報 他這個呢 可以讓很多的便利商店 得到很多的一個解決 那另外長期的部分 長期的氣象預報更重要 我們台灣其實雖然很進步了 可是我跟各位講 這個廠商是那個便利商店 賣寒疾的 很大很大的一家 他的老闆 他的老闆呢 每天是看農民力來報氣 來照顧他的寒疾的 那這個是屏東 種蓮霧 蓮霧他們用春夏秋冬 畫出他們的這個專業的節氣 這個時間點 立東的時候種蓮霧 什麼時候可以收 他會遇到什麼樣的天氣來做 這個都是歷史的平均值在做這個事情 其實台灣真的很多的農民都有在做 那我們大部分做的 就是屬於一些氣象經濟 就是說希望可以有 有銷售資料跟氣象經濟服務 就可以來預測未來的一個結果 所以呢其實現在很多的企業都有這個風險 像這個小鴨等等都是不注意這個天氣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一般怎麼做 就是會把這個歷史營運資料拿出來 跟氣象資料合在一起 然後就會找到業績跟天氣的關聯性 那因為他沒有辦法驗證 所以基本上我們希望幫他做預測 那當然這當中呢 有一個東西就是天氣保險的引進 我在創業的時候呢 實際上是要做天氣保險的 因為當時呢 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去算 把定義出來 多大的雨 然後哪一種樂園業績會掉多少 會掉多少 一個一個去收集資料 其實open data如果可以做得更多 這個資料就會更有用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當時呢還有做營建業的 營建業很有趣 週末營建業是他們的大戶去看房子 很大的雨的時候就不會有人去 可是呢如果像這個陶瓷博物館 當時呢他現在還沒有open的資料 我當時去跟他要 還要寫公文去跟他要 要了這個資料之後就發現 這個是很簡單的統計 因為我們原來想說要複雜一點去做 可是後來發現簡單的東西 就可以解釋更多 只要下5到10毫米 人客就會回流 因為下很多雨就沒有地方可以去 這時候博物館還可以去 所以這個不一樣的情況 就會造成不一樣的行為 那我們也因為這樣呢 就跟保險公司合作 我們經由很多的data 給他跟他精算式一起去算 算這個資料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 我當時要創業其實就想做這個東西 去幫銀行 保險公司 汽貨公司 債保公司 指加哥行銷所做這個risk management 所以這個全部要data去做 可是到最後呢 因為台灣我們的政府 其實很多都是不希望創新 台灣是一個很不適合創新的地方 就會很多的規定 你這樣天氣變成賭博的一個因子 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就很困難 那未來呢 其實氣候其實是一個climate risk assessment 在美國 像這個是Bloomber 在台灣Bloomber 只想到說市長是不拿薪水的 可是Bloomber做很多事 它氣候變遷做蠻多的 那我們現在其實在做的就是 面對嚴峻的氣候變遷 那兩個事情 一個是調適一個減緩 這個減緩就減碳啦 減碳其實效益比較低 我們現在主動做的就是調適 要適應未來的氣候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需要很多的投入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自己個人就是不斷的 花很多時間去參與國際的場合在裡面 特別是要去認知氣候變遷 要去行動 最後要幫企業去做永續 這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 這裡面呢 需要很多的data再去做 特別是像美國 他們現在去把climate data 要collect在一起 我們也被諮詢 希望可以跟他們一起合作來做 美國的open data 絕對不是說政府的open data 它把企業 像這個Google ESRI Intel Microsoft一起把它參與 新的一個climatedata.gov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台灣也可以來做 他們呢 這個data裡面呢 就提供給大家很多的data base 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也就是說 原來我們覺得說 這個還要看氣象主播去講這些事情 你要靠新聞聳動很大的方式 我們可以讓民眾可以自己來做 那我近一年呢 最後三分鐘 我近一年 我近一年 額外的義工就是做open data 我其實 知道open data的時候 不知道我做的就是data的事情 我原來都不知道open data 就是一年多前 這個叢林的小白兔跑進去了 但是沒想到 我也變成一頭狼一樣 我去 當時有一個基因業員去英國 參加這個open data institute ODI的年會 就把神來久剛好他來 就跟他談說 我們來簽個約好不好 事實上就給政府很大的壓力 你看英國做的多好 所以後面是張善政 當時是政委 這個是英國駐台的代表 然後我們台灣發展的網路呢 其實是這樣 行政院雖然有 主要是科技回報主動來做 這就是張善政當時當政委的時候 那兩塊一個是工業局 那給TCA 或是國發會在主動open data 資料 那我們這個開放資料聯盟呢 其實是主要是針對企業 因為政府要做都要產職嘛 那社群呢 是本來比較不care 可是現在越來越care 越care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那在這個裡面呢 其實總統是比較沒有的 我們沒有一個top down的角色 所以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其實在去年 今年一年當中 因為知道越多 像高家亮昨天講說 不出國比賽 不知道直接第一名 就是我出國之後 才發現台灣我們的open data 大有問題 那個文化真的要大提升 所以我其實之前今年呢 就說自我自己就上網 看美國、英國、日本有什麼 我再來要 跟台灣政府也要什麼 結果要的是十二個 只有三個說以後會提供 其他都是用很多的理由 然後後來呢 裡面有三項是總統府 我三項要的很簡單 總統的每天的行程的清單 你見了哪些人 網路上都有嘛 第二個是總統 你節能減碳 你節能減碳最會嘛 說自己辦公室都不吹冷氣嘛 那你的電費公布出來 很簡單嘛都有嘛 第三個 我們國家氣候邊遷一年多少錢 因為我看到美國都有公布嘛 那結果呢 後來國發會叫我說 那是總統府的權責 請我去跟總統府要 我就跟他要了 那他就說 他叫我去政府資訊公開的專欄 去要open data 這很奇怪這件事情 所以我又再跟他要 說 表示馬總統不知道open data 可不可以你做兩件事 你看歐巴馬如何推動open data政策 然後第二個 把總統府政府資訊公開的資料 用開放資料格式對外提供 那就這樣回應了 就近期謝謝指教 那我們台灣的政府為什麼有問題呢 各位來看 這是我們台灣的dataset 就這麼一點點 兩千多個 兩千多個 我就問他們說 那今年會不會一萬個 很困難 那他們會指說 日本其實雖然開放很多 但是他們都是pdf一大堆 可是他們的資料pdf 有些是很不錯的資料 那我舉例一個例子 像這個是開放管線 就是高雄氣爆之後 我很快樂就去要這個資料 而且我很快去查 國外很多都是open的 那各位來看 有兩個部分嘛 天然氣管線嘛 其實就是國家機密嘛 對不對 這個意思 恐召有心人是不當利用或破壞 因為這個是 速難提供 上期見諒 那第二個 實話管線就是各個地方 相關主管自己決定 有沒有open 我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知道了 所以那次我完了之後 蘇惠時代特別訪問我 我就變成是 也是 我是酸民還是暴民 炮轟政府 我們的Fred也在下面 我們也被引述了這句 其實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們其實是討論這個事情 要這樣弄 我覺得我們不能夠去當乞丐 跟政府要資料 我覺得政府應該公開說 你有什麼data給我 然後你預計什麼時候公開 不是說我一直要寫email去要 這很奇怪 我是說乞丐 然後就變得那麼大 那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我曾經覺得說 因為我在中大跟文化上課 我覺得台灣教育不公平 我們的文化的學生 教的學費多 然後都要去打工 國立大學呢 暑假沒事幹 也不來做實習 就去旅遊玩 我覺得台灣有很大的問題 那我後來去要說 助學貸款的資料 因為我自己私下知道說 國立大學都是比較好 政經比較好的學生去上的 然後他不需要這個經費 可是市立大學是家裡環境 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這個就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要把它可以算出來 因為我看到國外有這個data 結果就要出來這個表格 就這樣 開放資料結束 那我們現在用的資料呢 其實大概有很多的資料 我們運用的服務的客戶 大概有很多種 我就不特別意義說 各位可以看網站 我們大概有很多的流程 不一樣的流程 它的資料的過程 是不大一樣的 然後我們未來的應用是基本上 因為我們最care的就是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這個太複雜了 需要各種不一樣的資料 那climate change 又包含防災 金融等等 它是一個很大整合的議題 需要很多的大數據的應用 那我們開放資料呢 也會有一些技術障礙 因為我們也想到說 那未來像各位那麼的厲害 你們有一天來做氣象 那怎麼辦 那我們是沒飯吃 但是我不會這樣認為 因為我們也需要更多的 各位想要對於做這個資料有意思的 就可以來參與 因為未來的資料一定是 資料跟多重資料去混合的應用 這才是最大的關鍵 誰會用更多的資料 那第二個呢 就是全球資料開放 因為我們未來的 我們的對手不是台灣的公司 是來自於美國 或是中國的一個公司會出現 所以其實 但是這些國家 有些國家是open data的 所以反而我可以去做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公司也正在轉型 是不是能夠多做一點這個東西 有點難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在做 那另外呢 我們也一直在思考說 我們未來的user 絕對不是說 我把他綁起來 我現在要開放資料出去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思考說 我們怎麼樣把 更多我們擁有的資料 一部分的部分 就可以開放資料 讓更多人來 跟我們產生一些合作的關係 原來都要一個一個談 可是我們是不是可以主動 釋放更多的API 可以跟大家來做使用 我們現在已經在做這樣的事情了 因為要等政府的 整個open data 整個開放 比較慢 我們企業可能就自己來做 好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彭博士精彩的分享 那我想先 因為彭博士過去的一年來 除了在經營本業之外 還花了很多寶貴上班時間 要去鼓勵 或者說是鞭策政府開放資料 所以他擔任了一個民間的聯盟 叫開放資料聯盟的會長的工作 當這種會長就是盧主 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所以我想說 我們都知道政府開放資料 政府開放資料 政府有很多 有很多應該開放 或者值得開放的資料 那假如今天您是總統的話 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 有節奏有階段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 我覺得雖然說 總統說了也不見得算 對不對 昨天升尾講的是什麼 我管定了也沒有結果 對不對 雖然是這樣 我們都知道 但是問題是說 它還是有它的意義 因為各個階層的公務員 我各位報告 我其實上上禮拜 剛好有一次會議到行政院開會 那我就舉手發言 那因為我們其實辦很多的活動 就是政府大多數的公務員 都是很好的 用那種封閉心態的思考 其實是少數 有少數 因為他對open data不瞭解 那我那時候那天 我就跟江宜華 因為他旁邊還有幾個部長 在那個下面 我就說台灣open data 其實是有在做 真的有在做 而且這只有兩年而已 大家也都很辛苦在做 也都在溝通 可是呢 很多關鍵的資料 健保的資料 犯罪的資料 等等 其實都是長官沒有授權 那長官都不知道open data 他下面的業務單位 他怎麼敢拿這個資料 所以後來我說 可不可以請你好好教育你的閣員們 什麼是open data 可不可以top down下來 因為我跟馬總統也講過 open data 可是他很像對這個沒興趣 因為別的國家都是 一定有top down的一個過程 一定有 沒有一個國家是從民間一直去弄的 一定有top down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台灣現在還缺了這一塊 那雖然他不見得有用 但是這個過程如果沒有做 就沒有辦法形成一個程序 那很多人說 那open data要不要法 其實要法的 open data需要法的 因為現在open data用了 其實後面的問題一大堆 包括data要不要收費等等 那現在來說的話 其實是這個部分 他們的確是處在一個混沌 衛冥 那這個時候 只有靠一些行政的手段 他們能夠多擴大解釋就可以做 可是現在什麼都沒做 這是最大的問題 那個彭博士請教一下 就是剛剛在那個投影片裡面 你有提到說 那個一分鐘Yahoo爆氣象 那個HOPE的背後實際上 是有100T的data這樣 那想要請教的是說 那100T的data 整個都是進去你的那個dynamic equation 的simulation裡面嗎 還是說你在做這些就是 動態方程的模擬的時候 是有把那個dataset 稍微再縮減一下 我們會downscale 例如說我們 我們即將會去收集 某一個地方的dataset 它一天 一天的資料就75G 給我們那個global model的產品 可是我們自己在產製出來 就要 又是幾百G的資料 那我們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進來之後 有些用完就丟掉 我們就不用了 因為每天每天都會更新 那有些又要用歷史 的資料 所以我們其實並不是說 我們是這個 整個過程裡面 要用到 大概有100T 但是不會放在我們這邊 有100T 所以聽起來像是 就是用HPC的架構去算 還是說 也是有引用到這個 比較新的這個 Hadoop的這個架構 還沒有 還沒有用到 因為我們是一個段 一個階段的資料 例如說 我們那個75Git的資料 進來 然後我們自己內部 會再重新產製 更downscale到更細 所以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那我們氣象 比較複雜的是說 我們都有自己 原來運算的方式 我們老實說 我們氣象 進到Hadoop這個事情 是還正在開始當中 還沒有 我也希望我們可以進去 但是我們還在摸索 好 謝謝 我想請教一下彭博士 對這種創歷史新高 我記得從那個納利颱風開始 我就常常都聽到說 這個從來沒有單 每小時的降量沒有這麼高過 然後就一再的在破紀錄 包括你又有一個例子 過去從來沒有8月份 沒有颱風的這樣的紀錄 那從預測的角度 怎麼樣看這種破紀錄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你有提到說 你要不但做adaptation 對不對 那當有破紀錄的這時候 你在model做adaptation 會做多aggressive 謝謝 好 其實破紀錄是沒辦法預報的 破紀錄沒辦法預報的 像我前幾天還跟那個 我們賈欣欣博士 原來台灣的所有氣候預報 都是他在氣象局 待了15年那時候建立的 那種氣候的預報 那我就說 那你當時跟我說 颱風是3到5個 我們是抱2到4個 氣象局抱3到5個 那我說 那現在是今年會變兩個嗎 因為現在只有來一個嘛 是不是還有一個 那為什麼到最後8月是沒有 那大家是兩手一談 氣候就是這個樣子 那氣候的極端值是沒有辦法預報的 因為模式模擬 它還是根據我們過去的歷史經驗 所以降雨其實 像莫拉克其實我們都爆出來 真的有模式有爆出來2500毫米 2500毫米在阿里山的地區 可是沒有人敢信 因為覺得這個模式壞了 會超乎我們想像的之外 所以的確那個是真的有爆出來 可是我們後來 有的爆會爆到將近3000 有的爆到1000多 那我們就會想說 我們就做平均了 我們就做一個smoothing 就是平均那條 所以例如說我們爆颱風 有很多條的線 四五十個model 有時候真的颱風會走最旁邊那個 但是沒有人敢 到最後就是做平均 為什麼 因為做平均的話都對 例如說我今天講 今天的天氣其實多於無厚雷陣營 我預報100分 對不對 我預報100分 可是如果今天講 今天就是不會下雨 我要追求那100分 但是我可能明天會變0分 所以對於一個氣象預報員 他會追求說我比較safe 所以各位就要 這個就是風險關係的概念 各位要追求什麼東西 如果你要追求更精確的話 那你就有一定的風險性在這個地方 那極端只是沒有預報 沒有辦法預報的 那我們就要特別去 不斷的去修正 修正 我先回到這邊 黃博書想請問一下 你們在做那個 預報的時候會做一些參數調整 那但是一個客戶 假設一個客戶的話 你們大概需要做幾次參數調整 做出 因為才能做一個比較完整的預測 因為可能第一次參數不好 第二次參數可能也不好 就說這五次十次可能才好 但是這樣消耗的成本蠻高 但你們怎麼做這樣的一個 怎麼評估這樣子 我們現在實際上作業就是說 例如說我有十種model在那邊讓我選 那我今天十個model 預報員在那邊就會覺得說 今天這個報的比較好 我就要用這個 就要用這個來選擇 所以那個參數化已經在跑完了 我是決定要不要用每一個結果 然後來告訴他 所以我們大部分會先做完 不會再重新再弄一次 因為那個要需要很大量的時間 彭博士您好 因為我是從 就是從事飲料業 那飲料業其實對於天氣是很 很重視的 因為其實如果說像是在 像中元節的時候 如果來個什麼大雨 其實對於我們的飲料銷量 其實是會有影響 而且就是您剛剛有分享的是 跟就是零售業做一個 企業的一個合作 那我想要比較有興趣的是說 那中間的一些就是應用 就是天氣預測跟一些就是風險管理 可不可以再做一點具體的一個描述 謝謝 飲料業我們曾經要花時間去做 可是因為飲料業它的營業額比較小 除非是很大型的 所以我們不知道怎麼去收這個錢 很像交朋友做service 送我一杯飲料喝比較快 所以那個就很難做得出來 所以老實說我們是公司 我們比較不是 就是說如果你用的資料是一個 氣象主播氣象妹妹爆的氣象 你就可以來用 我就歡迎大家去用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 可以要很精準的去知道 你的營收的預估 你可以更精準的調配 可以避免不要的浪費更多的錢 你就可以來做一些商業的服務 那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像那個地瓜 它地瓜的銷售量 或是涼麵的銷售量 其實它跟天氣有關係 所以他們真的會看這個資料 或統計完那個資料 產生一種決策分析 那這種農民利也是一種方式 農民利它是一個統計的東西 但是我跟各位講 農民利都是不準 因為它是黃河流域的東西 所以在台灣用的話要客製化 特別去符合台灣做的這個事情 那如果呢 我是覺得說 如果飲料業它如果夠大的話 的確是可以從飲料去做一些分析 它的習慣 因為不一樣的天氣 我們所知道啤酒 啤酒就很高的關係度存在 那很少我們台灣還沒有人 特別針對飲料店去做這個分析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試看看 由於時間限制 那我們就非常謝謝彭博士的分享 那等一下還有問題的 歡迎來找彭博士私下交流 那我們掌聲再一次謝謝彭博士 謝謝